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靠谱的人共识 听过一句话 你的水平 是你最常接触的人的平均值 诚然 人是环境的产物 一个人身价的高低 是由他周围的人决定的 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固然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 但却可以选择身边站的人 和所处的环境 若遇到这三种人 只得用一辈子去深交 一 能让你开心的人 舒本华说 人生时苦 诚然 生活是很难对付的 不如一世长八九 总少不了矛盾与烦恼 所以 更要去追寻快乐 幸福的生活 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 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 伤心的时候 难过会减慢 开心的时候 快乐会加倍 当疲惫时 它能让你挤出微笑 重压之下 能让你瞬间放松 过日子 要过得舒心 小得出来 才能把生活过出花来 王小波曾说 一辈子很长 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李银河的生命 因为遇上了有趣的王小波 而变得精彩 笑口敞开 在两人谈恋爱时 李银河妈妈 一度不满意 王小波的外貌 面对李银河提出的分手 王小波 用一封接一封的情书 去回应 你应该去动物园的 爬冲馆里看看 是不是我比他们还难看 一想到你 我这张丑脸上 就泛起微笑 每次打开王小波的信 李银河都是一脸严肃 想看看他还能 写出什么饼堂 但每次读完 都被王小波的信 逗得捧腹大笑 正如前中书所说 有一个人 不愿意看到你的痛苦和眼泪 甚至愿意为了你的笑容 付出一切 这便是一道幸福的城门 恨能让你笑的人在一起 无论贫穷富贵 坎坷顺畅 也能在琐碎难缠的生活里 体会到日子的快活 在风风雨雨里 领略到甜美的那一面风景 也愿我们成为那一位 给身边的人 带去愉快与欢乐的人 二 敢去批评你的人 小玉对我说 在她想要创业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人支持她 只有她的好朋友 去支持她去创业 便告诉她身上欠缺了什么 需要怎么样去明白 如今她的事业很成功 开了好几家分店 她回忆说 如果当初没有好朋友的批评建议 她或许不会有现在的成功 有句话说得好 批评你的人 是你今天的敌人 明天的朋友 吹捧你的人 是你今天的朋友 明天的敌人 阿谀奉承的话不难听到 很多人都会讲 因为既不费力 也不会得罪人 而批评的话 往往逆耳 容易伤人 讲出来不定惹人嫌弃 还会破坏关系 吃力不讨好 相较之下 那些敢于指出你不足的人 对你直言不讳 便显得优为珍贵 著名画家黄永玉 就是这样的一位正友 黄永玉非常欣赏 曹宇先生年轻时创作的雷雨 日出和原野 里面的许多态思 都能背下来 但他很不满意曹宇 在晚年的作品 后来他给曹宇写信 直言道 以心不在戏里 你为事为所 令人称道的是 曹宇受到这样尖锐的批评之后 认真反思 给黄永玉回了一封偿信 表示 你射中了我的要害 你鼓励了我 你指责我近三十余年的空洞 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 到了今日这个年纪 才开始明白 后来 曹宇还将黄永玉的信表起来 对自己 作为对自己的警示 常言道 良药苦口利于病 中言逆耳利于行 一个人要总是 挑好听的话来听 那无异于 把自己包裹在糖衣胶囊里 虽然很甜口 舒服 但也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如果身边的人 善意地指出你的缺点 哪怕是尖锐的批评 虽然听着不太舒服 但却能帮助我们成长 让人生得以少走弯路 走向成功 难得是正有 当面敢批评 朋友也罢 伴侣也罢 有个能批评我们的人 是一种福分 遇上了 好好珍惜 三 做事靠谱的人 生活中 时常能遇到这样的人 爱谈天说地 哪怕是天文地理 也能说出个名堂来 但他们做起事来 却虎头蛇尾 尤其喇叭 而有的人 举止憨态 不善言辞 但他们办事 会让人很放心 不仅能有理有条地 完成每一件事 还常常有 超出预想的结果 让人 惊喜不已 更靠谱的人在一起 由衷感到满满的安全感 有位投资家 去大学做演讲 有个同学问 您认为一个人 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投资家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胖敲 侧击地问了一个问题 同学们愿意买进 哪一个同学 股份的10% 在场的人 都陷入了沉思 会选择 无话不谈的朋友吗 也许不会 因为能老天 不一定值得投资 会投资给 最聪明的那个人吗 也许不会 因为这世上 从不缺聪明的人 但很多都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悟了 轻轻性命 那你会买进水 归结为两个字 靠谱 一个靠谱的人 一定是个 讲究诚信的人 每个人的信用 其实是以大笔资产 真正靠谱的人 一定会认真经营 自己的人品 他们知道 比起吹牛 靠谱的人品 才是我们走遍天下的根本 靠谱的人 非常注重自己言行一致 一旦自己说出去的话 就要求一定做到 如果我们想要增强 自己话语的力量 请学会对自己的话语负责 我们所说的话 往往是我们内在的反应 我们敢于对自己负责 才会表里如一 赢得别人 发自内心的尊重 当你能够持续 这样做的时候 他人会看到你的认真 更会看到你 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靠谱的人 并不一定是话最多的人 他们说话比较慢 但是会对自己所说的每句话 认真负责 这才是和别人深交的关键 有句话讲 和聪明人聊天 和靠谱的人共事 和靠谱的人在一起 他们能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照 事事有回音 不用担心他拖后腿 半路撂挑子 即使出现意外情况 事情没能完成 也会及时给人反馈 与之相交 省心又省力 如今社会聪明人很多 靠谱的人 却是凤毛脸角 靠谱的人 更值得我们珍惜 我很认同寒寒的一句话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有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 一个人有多成功 要看他与谁相伴 你是谁 你身边都有谁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平庸 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消沉 与智者同行 你会进步神速 与高人为伍 你能登上巅峰 人这辈子 和谁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